Hello,大家好,我是影子 然后今天我们要做这个视频呢 是上一周 Giko回归了嘛 然后这首歌叫Soulmate 然后IU参与了那个Feed 然后 对,然后我们就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3,2,1,Go Giko这次回归发型真的很乖 顺毛,像狮子一样 哦,好快哦 IU还参与了他的FV 所以今天很惊喜 好厉害 好厉害 哦 这个小歌的好演书 但我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 有期待 YiU J 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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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 这首歌调调怪怪的 很新奇的感觉 MV很有趣 两支好可爱 这个感觉 我知道那种感觉 但说不上来 就是一个调调怪怪的 但是 很 很小众嘛 应该说是这样说嘛 就是一首歌 感觉MV也挺巧思的 挺有挺艺术的地方 对 然后 他们两个声音也挺大感觉 这次 因为 IU她声音就比较清澈 然后有时候 现在不像刚开始 那么清澈 但是现在感觉 是一面有故事 然后那个 Giko呢 她的声音也是 相对来说 不是厚重的那种嘛 所以感觉 他们两个声音搭在一起 就感觉 这首歌是一首 让你觉得有点古怪 就是会冒问号 但是又觉得 会冒感叹号的一首歌 就会 同时觉得 因为他们俩声音 就是都是那种 有点 就听得有点高的那种 所以就会抓住你的耳朵 对 这首歌很像 感觉就是 你能听出来 但你要 我要说一个感觉 说不出来 然后就是 像 午后 都很安静的那种感觉 嗯 说不上来 但是很好听 然后我知道她 她们这个 刚一发布的时候 你想两个音员大物 就是在一起合作 其实刚开始 她们俩合作的时候 我有点 惊 有点惊喜 因为 阿佑嘛 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 嗯 艺术家的感觉嘛 虽然Giko也是 但是 你知道 她们两个 就是 阿佑像之前唱夜线啊 我想她应该 不会和rapper合作吧 然后 然后 就是 就是有那种想法 但是呢 嗯 她跟一个大式rapper 跟Giko一块合作嘛 然后 后 后来呢 就是 哦 原来她们两个是 好朋友 嗯 她们两个是好朋友 就是刚出道 就是 之前 那个 她们就合作过 然后 之前好像 Giko也去过 阿佑的演唱会 然后最近 我知道了 然后Giko不是要办 第一场 单独的演唱会 然后 呃 嘉宾就 哎呦 所以 真的友情还真的很好 然后 嗯 两个人在一起 两个大物在一起 那个 我知道 我看me2上 我没有细看 但是我知道 她们那个 呃 榜单 刚一发布的时候 都反响特别好 是第一 还是怎样 对 所以 嗯 对 这个就是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两个人真的很厉害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 对 这首歌的看法 然后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喜欢我和 喜欢我的视频的小可爱 可以点关注点 推荐投影币